字成 team 那這個字感覺是化的 所謂化的就是這樣有點畫過來 要不要翹 要不要勾 不一定 有的有的沒有 往旁邊推 這個有勾 好 巾笔加粗細 好 這個重點在那是做縫隙啦 縫隙越窄這個字越緊 縫隙越大那個字越鬆 然後口呢是斜貶的 斜扁的,那斜扁的當然就是橫畫拉長 上下扁一點 這叫扁 旁邊的浴字旁啊,底畫不多 所以它站的空間沒有想像中大 下面還是做粗細喔 我有點刻意的讓下面加重 然後這個線條歪過去 為什麼歪過去啊 我倒覺得是因為這裡要寫點 可能空間分配的問題 然後這邊是細的 細的就記得 就是把毛筆的筆尖 搓到直裡那一剎那 會產生一種彈性 我就是要那個彈性 你會覺得說那個筆尖突然變成像一根針一樣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感覺 表示你是壓到壓死了 根本就沒有那個筆尖的感覺 這裡是可以做驗尾 雖然看不到 這是分兩筆的喔 當然一筆也有人寫啦 第一個線條比較細 要錯到直裡 第二個線條比較粗 稍微壓下去 稍微壓下去 讓它看起來比較粗 第三個平行齁 維持一個弧度啦 因為它前面 後面下面的筆比較長 我就照著它寫齁 很多人會把這個長度都寫一樣 嗯...未必 有時候稍微有點長長短短 會有點去味性 不要插太多就好 然後口的話 讓它在間隔 口的間隔會最寬喔 不是一致的喔 然後孔上面這個很扁喔 很扁就是你這些筆畫 就往旁邊擠進去 這樣中間空隙就少了 再加粗往旁邊走 然後這個橫畫靠上面 所以上面會很緊 上面這一塊很緊 下面拉開 然後孔這次的束畫寫得好細喔 然後那個燕尾拉得很長 整個這個粗細是這樣做的 上去是釘進去的 然後到這邊稍微有點側掉了 側封了 到這裡滑出去了 然後就順勢 其實這個有點像誰你知道嗎 像歐陽巡阿 歐陽巡的勾都是這樣子 好...一樣上面寫得很窄 一樣接筆的時候突出去 上面的縫隙還是小 下面可以拉長 但拉長是往旁邊拉喔 好大喔 大後面有點殘坡喔 看起來好像有點厭尾 但不要做太明顯 因為它下面還有一個納 好頂上去上面不要長 往旁邊走 勾一下 然後再往下走 產生一個落差 縫比較低 撇比較高 比是拉長的 這邊看不太出來喔 那就是做出我們前面想過的 有點弧度有點腰身 那接筆會有點弧度 那有時候稍微接到 有時候接多一點 有時候突出去 那間距差不多就好 口當然會比較扁 接的時候可以突出去向內縮 那這邊也是破爛的 但它寫得還蠻長的 樹瓜可以稍微加粗 然後這裡可以做一個強烈的燕尾 因為這看出來 它後面這一段 寫得特別重 然後就馬上要踢起來 折 這就是腰身喔 向中間 向中間 這個稍微有點推出去 好 那這個筆畫 它比較長 為什麼 因為疊得好多很壞 這邊啊 筆畫比較短 就很快就要歪進去 不要壓到底 不要想說底在下面 我把它壓到底 因為事實上 這邊如果壓到底 中間就鬆掉了 向的第一個往旁邊 往旁邊推 可以長一點 大象的鼻子長長呢 最漂亮的 旁邊 好 那這裡是扁的 所以這束畫不要太長 扁的話 就往內縮 那就扁 好 那這是往旁邊的 也是伸長 有點弧度 最好可以加一點點微微的粗細 最重的是這個筆畫 最重的是這個筆畫 加弧度 加弧度 這都細細的喔 細細的記得盯下去 哪裡可以加重呢 這裡 這裡可以加重 加重的時候注意 它不是正中間喔 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窄 因為它歪出去的關係 然後 右邊的右邊就不要太大了 因為右邊比較少 比較少它的所佔的位置 就不會太多 所以這上下這個距離 不要太遠 然後這細的 不要拉到底喔 束畫是支撐點 這個燕尾只是裝飾 所以不要拉得太低 太低它會鬆掉 因為它空間有限 你要拉得很低 它就鬆掉了 太低 QuinXus 與那邊的消費 但是 рез構成的 觸 gauge 非常好 吵掉 相近 你的人